李那里市集攤販主義進駐 超過30家的攤位 但是人煙卻寥寥無幾 擺了第七天 擺攤主人抱怨 關是油錢還有飯錢 就已經漲了收入的二分之一 根本不合成本 遊客比較稀少好像 會喔 會喔 好像比較 陸陸續續的這樣 賣…哇 不多啦 差不多在五千左右 很差 我覺得太分散了 應該選在那種 比較大型的活動那種 然後多次聚在一起比較好 首次聯合李那里還有 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 舉辦了創意試集 攤販比遊客還多的情形 部落主人都大喊沒賺頭 遊客少應該是在我們 意料中的事情 因為畢竟它還不是一個 很成熟的一個 眾所皆知的旅遊點 我們希望說 藉由這個市集去 試看看是不是可以導演一些 不管是遊客還是一些 對我們原住民產業關心的朋友 可以進到這個地方 整個活動結束之後 我們這邊大概會緊接的很快的 來做一個檢討 各部落的傳統手工藝品 或是部落農特產品 在竹人創意的擺放下 每個攤位都有自己的特色 也就是希望能夠吸引更多 遊客的注目 但是人煙稀少的情形下 很難行銷部落的商品 屏東縣政府首次結合里那里 還有長治百合永久屋基地 作為創意市集主要的活動場地 結合平185縣到觀光路縣 希望帶動兩基地的觀光 但是成績不如預期 縣府也將進行檢討 在接再立的規劃未來最佳行銷動線 屏東縣府在這次大力的推動 離家出走創意市集的活動 原本是想要改善永久屋社區的經濟 不過里那里社區當地的居民 卻不是很踴躍 里那里創意市集 從2月25號登場為期9天的市集活動 來自屏東縣各部落的族人參與踴躍 現場就超過了30家的攤販進駐 但是當地里那里進駐的攤販 卻不到5家 在這裡大概只有兩三攤而已 那目前擺置的位置 我看應該是有20幾家 可是擺的只有兩三個 是屬於這個部落的人 屏東縣政府2月強打離家出走 創意市集活動 希望可以帶動永久屋基地的觀光 將部落創意手工藝還有紅藜特產行銷 在地參與市集擺攤的卻不踴躍 活動是全線性的活動 所以我們攤位在選擇上是集結我們全線 只要他有興趣的我們的工作室也好 我們的農家也好 那他有興趣 那我們經過商家的比較 如果說位置是夠的 原則大概都可以進來了 所以我們這次並沒有鎖定說 以在地的永久屋基地內的 我們既有的工作室還是農戶為主 里那里部落目前公益工作坊大概有16家 但是參與活動的卻不是很踴躍 部落工作坊也表示 除了因為部分工作室屬於大型的展示創作品 無法參與擺攤 還有時間上連續9天 許多工作坊無法全程配合 只能放棄這次擺攤的機會了 記者阿瑞各省 屏東馬加長治採訪報導 記者阿瑞 etc 謝謝 評論一下